今天來講星雲谷 Nepula Nepula這個字就是星雲的意思 可能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個字 可能你們見到你們都不記得 星雲谷 一個黑暗時代剛剛過去的地方 有些怪物仍然棲息在迷霧之中已經好幾個世紀 現在勇敢的探險者 即是說玩家我們 要通過探索這個這麼怪異的地方 開發各種資源 建造各種新的建築物和城鎮 重新把星雲谷找回以前的和平和繁榮 現在就來看看遊戲是怎樣玩的 遊戲的地圖有分底面兩面 這五個資源就是遊戲裡面建屋所需要的資源 這就是玩家工人和屋 全部屋都不一樣 我手上這塊是開發標記 還有五個特殊開發標記 遊戲開始的時候 就要隨機移除一個特殊開發標記 之後就把所有開發標記洗滑 就可以隨機鋪在地圖的草地上 就是這樣 之後就把全部開發標記翻開 之後就把特殊開發標記 換成相應資源 就是這樣 現在翻開這些就是公開的合約卡 哪個玩家最先建築五間屋 就可以拿到這張遊戲完結卡 遊戲的地圖已經設置完成了 這張是玩家的公會卡 有分兩人和三四人 草地板不同人數 每棟的初次數量都會不同 白色這兩個就是工人 這三張就是工地標示 這五間就是我們要建的屋 不同公會的屋都會不同 每人開始的時候都會有兩張先人合約 玩家回合時就可以執行兩個行動 工會放很清楚可以看到可以做的動作 這就是放置工人 將工人放在開發標記位置 放置對應資源和數量 要注意在資源要用完才可以收回工人 拿走這個值一分的開發標記 這就是放置工地標示 將工地標示放在地圖的建築工地上 這種就是建築工地 每個工地都可以放置兩個標示 這就是探索迷務區域 由你最左邊的草地板拿起 放在有你佔據雙輪的迷務區域 或者雙輪空置的草地的迷務區域 這就是要用兩個動作來探索的化石森林 這些就是化石森林 放置規則和之前大致相同 用草地板就兩分探索 這就是運資源到工地標示 運一個資源不屬於你自己都可以 總之途中不可以有障礙物 這就是建屋 工地上有齊合約的資源 就可以建屋 就像這個樣子 現在就可以拿起放屋 進去 每個建築工地都可以建造兩間屋 合約上這就是分數 還可以即時發動合約能力 遊戲只要有玩家建造五間屋 遊戲就會結束計分 你看,我多開心 因為我在領先 不要看遊戲好像很簡單 其實落工地的時候 真的想爆你的頭 因為很多因素要計算 要計算資源、路線 和可能會被其他玩家接觸 才能拿到你想要的合約 想好好利用合約的能力 就要配合建屋的時機 遊戲本身的設計 就是令你行動非常不夠用 你看,柴娃娃我 想得多煩惱 想過多過才走每一步 我的對手在角度建了很多屋 看來他們都落了不少分 不過,你看柴娃娃多開心 整個空有成竹感 因為我都建了屋 而且我還是第一個完成五間屋 多開心 不過這個遊戲不是鬥快建五間屋 是要鬥高分才對 所以柴娃娃我輸了遊戲 今次遊戲又介紹到這裡 想看柴娃娃更多影片 記得上我的Facebook給個Like 分享我的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Bye Bye Bye